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学习严正的概述 严正的概述很少考达过 接着目前为止考了这么多年就是考了个严正的病因 在我印象中好见就是考了这一次 首先看到严正的概念 严正是具有血管系统的活力组织对水伤因子所发生的防御反应 那么它的中心意识就在这儿了 防御反应 你比如说我被细菌感染了 我的白细菌也增高就在它的防御反应 第二个一定是活体 死了就没有炎症 为什么呢 因为炎症的时候必须白细胞 经过血循环运动到你的炎症不会去 把你这些细菌给干掉 所以那么必须是活体 这死了 那么它只没有炎症那就没有炎症是不是 所以炎症 作为投注的病理学特征 那么就是白细胞的深处 第二个 一定要有血管系统 没有血管系统 那么就不成为炎症 所以单一细胞生物没有血管系统了 那么没有炎症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炎症的主要目的是把 白细胞运送到炎症的部位区 是白细胞干掉的这个细菌 所以大家看看 假如没有血管系统 我的白细胞怎么允许啊 没有投机允许啊 所以它就不成为炎症 因此炎症必须 第一是活的 第二白细胞从能够做 血管系统 运送到炎症部位区 所以炎症的最基本的病例 就是白细胞运出去了 深处 所以你这种 观点你知道了 那么你 答题的时候就很容易打 好了我们看看炎症的病因 炎症的病因包括了五项 生物性因子 无理性因素 化学因素 组织坏事 变得幻影 这五项中最最常见的是生物因素 假如生物因素你不知道 就是炎症炎症的器群感染 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所以它叫生物性因素 所以这个 最常见的这个因素 考过一次 整个 炎症的概述里面就这个考过一次 当然直接一次还考过炎症的 机率病例变化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炎症的 物理性因子 高温 低温 机械性 发生性 之外 现在都会造成 五项性炎症 化学因素强分强减 那么造成 细胞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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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或者炎症的这种变态缓异性对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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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有三个病理变化 辨子 胜出 真身 无论什么炎症都有这三项 但是这三项所处的重点不同 有些的炎症 以辨子为主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辨子炎 有的炎症以胜出为主叫生出炎 有的炎症是真身为主叫真身炎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三种炎症 究竟有什么 炎症基本病例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看辨子 辨子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变性坏事 那么这种变性坏事 主要是针对十字细胞而言的 诶 十字细胞就是变性坏事 那么主要就是针对十字细胞 变性坏事 那么变性坏事我们跟大家说过 变性 有七种 坏事有六种 那么这每一种十字细胞 限制细胞是不一样 这个职业一次性上考 你慢慢考到这么难 所以怕在今天考你们 你比如说变性坏 十字细胞主要是变性坏事 变性坏事 水种就是水变性 脂肪变性 第二是细胞死亡的另一种形式 还有坏事 包括灵部也坏事也坏事 你看看所谓的一种 十字细胞都是变性坏事所致 好了 箭子细胞大家注意主要是变性 因为箭子细胞里面有很多纤维组织 所以它有纤维组织 好了 也计纤维织组织当然导致纤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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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看看箭子细胞主要是变性 尘性坏事 而实质细胞呢 主要是变性坏事 所以两者不一样 假如把这两者粉在一块 要你找出 实质细胞变性因因实质细胞主要是变性改变 不包括下的哪一项 要你打 实质细胞跟箭子细胞的区别要打出来 考虑的难你会不会呢 这个什么 这一次考过很多次了 希望大家注意 怕他今天考虑你们 因为你们从来没考到过 好了第二个就是伸出 我们刚才说了 伸出是极性炎症 最具特质性的比例要化 为什么是 因为极性炎症的时候 常常是生微性感染因殖多件 里面细菌感染最多件 那么 中性的细胞就赶去 白细胞就赶去 所以要胜出 胜出之后把那个细菌给干掉 所以白细胞一般的血系统 那么经过血管 倒在炎症所在的地方去 然后从血管里面出来 倒在炎症所在的地方去 一定有这个胜出的过程 所以胜出的过程 成为了炎症最基本的 最特征性的病理面化 所以他也经常出这种题 极性炎症最特征性的病理面化 但是什么 胜出 好了 还有一种是真身炎 包括实质细胞 剑子细胞都可以真身 这其实我们刚才说的 炎症的基本病理面化 这里有个字 辨子 胜出 真身 所以把哪一种 基本病理面化为主 那么又把炎症 会为 辨子炎 生出炎 真身炎 这三种类型 好了 我们刚才讲的胜出 胜出 胜出是极性炎症最特征的病理面化 那么这件事的话 胜出就有个胜出液 一定要跟露出液相互间别 在我们在内科学 跟大家讲过很多地方 你比如胸水 有露出液 胜出液 湖水有露出液 胜出液 炎症也有胜出液 露出液 这三个地方的受计都是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是胜出液 那就炎性胜出 是由于血管的通质增高大量的 血管的物质胜出所致 所以这种病人炎性胜出 由于炎症的物质胜出 所以这种病人生液外观浑浊 由于有大量的物质胜出 所以它的比重比较大 大于1.018 由于有血管通质胜高 所有这些蛋白质都会胜出来 所以这个病人的蛋白质含量 大于三四个每时以上 罹患的事业 阳性 由于血管渗透性增加 所以各种各样的细胞都会渗透出来 那么它的细胞总数 大约五百层十丁的双 由于这种病人生出 物质有点多 所以这种病人容易凝固 露出液刚刚刚的相反 露出液 你比如说肝硬化的时候 互相的露出液 那么这一露出液露出液 没有炎症 所以病人会炎症 外观轻量的 细胞的比重 跟它相反 小于1.018 细胞素 由于是露出液 所以细胞很少 小于100层实体的细胞 由于是露出液 但不是很少 低于30个米生 不致定 所以这就是 剩除液跟露出液的这种区别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万一考到了 大家把这种 岩性 剩除液 剩除液 给湖水 凶水 那块也想到了一起计 这三个地方 只是一个也一样 大家这样考到 OK 大家背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都知道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一年考虑的一个 植液又是实体 以变质为处的液症 我们叫做变质液 也就是变质液 十字细胞的主要变化 大家注意 要得找到的是十字细胞 不是剑子细胞 所以剑子细胞 所以剑子细胞 是血液水坏事 或粘液变性 那十字细胞呢 就是变性坏事 所以正确答应 答B 这个变性 是指水变性 或置放变性 这个坏事 是凝固一坏事 或液化一坏事 所以答案为B 那么你就不要打其他的打一下 所以像这种提议考的很难 你慢慢考的这么难的尸体 大家注意一下就行 好了 第三个就是他的全身 局部临床表现 好了 局部临床表现大家都知道 急性炎症就是 红绿热 红绿障碍 那么全身炎症主要是 炎症的时候肯定要发热 那么白细胞基础会增多 大家注意了 提醒大家注意 一个东西例外 什么东西例外 伤痕感染病毒感染 例外 一般的细菌感染都是白细胞增高 但是伤痕病毒感染 很可能这个白细胞基础会降低 尤其是伤痕 伤痕之一是靠很多次 他既然说 关于伤痕的时候下来哪句话不正确 临床表现哪句话不正确 搞个什么 白细胞基础增高 伤痕是伤痕感觉引起 但是一般的细菌感染 白细胞都增高 但是伤痕是例外 它是降低的 为什么 因为伤痕的时候 注意些中斗症状 那么会一直骨髓真身 所以这种病人的白细胞基础会降低 而不是增高 这个传染病学 讲的比较详细 由于大家 考西医中和 不要求大家掌握传染病学 所以这个题 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考你 职业医师老师经常考 伤痕的时候 经常考到白细胞基础的时候 降低这个答案下 看来 你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